接著我們轉一轉口味 去到德格 去到史浩克04對著拜仁茂尼克 似乎季初史浩克也算不錯 打黑的情況相當好 上一場在聯賽輕鬆贏的 其實那場跟拜仁之前曾經季初贏過的格雷特霍夫一樣 也是輸球的 對著史浩克和拜仁的輸球 上一場兩位年青球員我都頗開心 看著德斯娜和賀志比開始擔心 歐聯亦打了作客一場對著奧林比亞高斯 史浩克也算輕鬆贏的 整場看表現 他們都是佔上風那一隊 作客來說 形勢差不多都算佔上風 因為史浩克以前覺得作客比較差 但打得不頑皮 他們若非有一個12碼不入 其實他們可以贏到3比1 當然亦不得不提 亨特拉爾似乎回來了 上一屆已經好很多 這屆就好像阿杰仔經常說 老耳也有點擔憂 OK呀 今年就倚中了亨特拉爾 還有陣中 今年也有巴黎達過來 賀志比打得好 甚至美國國腳 中斯也復出了 整隊球就暈倒了 所以拜仁也是意料中事 我也要怪怪拜仁 贏不到3比1 又是欠了12碼 這輪都不知道有什麼鬼 這輪都不入12碼 不知道為什麼 這場比拜仁都是一面倒的 其實一面倒是很輕鬆的 打得相當不錯 若非文宋基 自己的12碼不入 其實他們是輕鬆贏球 整場比拜仁17次起腳對著華倫西亞 真的禁著來打 那場比賽是完全沒得打 在聯賽上更加上禮拜也說過 他們又差一點點 3比1就贏 勉恩斯就沒什麼和和果果 又不是輸盤 其實這場怎麼看 假的都算是前列大戰 看回初盤 小黑04 手仰半球 作客八人讓的 入球大西兩盒半三球 大做八 到現在就沒什麼變 我看回近期這兩隊 其實兩隊都很fit 真的 無論作客主場都很厲害 我看回兩隊的功力這麼厲害 我不想哪隊贏 我只想入球大算 都正路 因為你看回小黑04 主場入球有保證 那你拜仁作客入球也是保證 還有兩隊踢法都鬥功的 不是說死手那些 雖然看數據 前兩季都好像兩球交收 但是一季季 這些是數據參考 今季我覺得他們兩隊 著火 所以我覺得看好入球大 尤其是有一種著火 雖然十二碼不入 但是文素基始終 就是拜仁的射手 今屆 因為他之前踢過和夫斯堡 他對得甲完全是很入局 而且對拜仁 我也覺得他很入局 還有一件好事 就是 我上一場見到歐聯 看到入球 這個拜仁 諾斌和聶貝利都有交流 至少不會說我不交給你 你不交給我 就說之前不和 其實拜仁這班球很壞 他們叫做 球壇的荷里活 往往都很多事 很多事非非出來 只要這班球 就不要搞那麼多事 總之專心踢球 就似乎應該可以 似乎這班球應該這樣 但對拜仁有沒有信心 可以再贏呢 其實你又想想可以 都有的 因為看回 小哈零四 你看看對著奧格斯堡主場 都失一球 雖然那場球是贏的 但是對著這麼弱的對手 你拜仁出名風就厲害了 而且我和你貴初都看好 拜仁今天拿著 冠軍其實拿著 所以 贏球都有機會 不過我比較穩陣一點 就是看入球大 入球大 隨時有機會 拜仁贏到三球 沒錯 或者2比1 3比1 那些都不奇怪 我覺得這些球隨時 你如果看到上屆的兩次對碰 雖然只有兩球交收 但是其實 上年拜仁是很差 拜仁差得來 但是其實兩邊都鬥功 其實這兩班球是世仇 碰到都不能拿樓灘 說得逐一點 所以其實無論贏輸也好 我覺得以拜仁現在的功力 真的是他都很厲害 我都贊成阿傑仔所說 都不要搞那麼多事 入球大隨時 還有呢 入球大好處 看一場好球 你只管哪邊入球 總之就是大家鬥入 所以其實拜仁這場 我真的都有信心 我自己都有信心 其實私底下 你問我呢 我都有信心的 都不妨先要入球大 說到另一場 這隊有信心的 有信心 衰的 一路衰下去 這隊就是 漢堡 對著多蒙特 其實多蒙特都OK的 多蒙特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其實多蒙特也是歐聯能夠贏球 不過我也是覺得那種 多蒙特也是那種感覺 沒有之前 始終沒有了鄉村真思 而且始終巴里奧斯不適合 變成利文道夫斯堅當正的時候 似乎我覺得銳利感 那種感覺沒有那麼強 但是當然他們對歐聯 對著亞直士 也是打得相當好 按著來打 也有二十次的起腳 亞直士的防線都抵擋不住 最終利文道夫斯基 一戰定江山 就幫多蒙特在死亡之組 拿了三分 但都搞得很後 很純粹 現在 你有沒有覺得多蒙特的感覺 跟剛剛 早上季 或者再前一季 是 那時候 有利無利 好像一對初生之屬不畏虎 拼命攻 但現在感覺好像 好像 他腦定了 他看著來踢 就不想盡量塞這麼多球 有沒有那種感覺 有有有 看上年給我感覺 氣勢很厲害 好像阿仙奴一樣 一味不斷 三股仔不斷搶著攻 但今年 如你所說 踢得成熟了 對 已經不是說 用氣力去逼你 沒錯 用技術 不是那麼好 還有今年 很明顯 多蒙特的氣勢弱了 一來沒有了香泉珍絲 真的差一點 差一點 所以我覺得 今年多蒙特 真的要特別努力 如果再有成績的話 要 但是這場 你 比如看看漢堡 漢堡唱一仗都很頑皮 作客去到近期很健身的法蘭克福 都是輸的 法蘭克福三戰全勝 這隊的漢堡就厲害了 全部是零分的 輸了 和破分 還有副數的入球 怎麼搞都沒用 就算你簽了一個 雲踏華志 又如何 上一場 即拉錫 即是他們的翼鋒 即拉錫 也是紅牌備軸 所以令到整隊球 都打小過的時候 更加輸 所以不輸有鬼 而且前線的把能力 我不是說孫興文這個球員不好 但是你要依順他入球 他還不是那種射手型 雖然他上一場也有入球 但是最終呢 後防線又搞不定 所以 漢堡不行 那有沒有信心這場 多門特可以贏呢 但是讓得挺辣的 也挺誇張的 初盤呢 客隊多門特讓半球 上盤一零幾 入球帶小兩球半 三球大做十足 現在 轉盤 還要不是轉一格 是轉雷龍格 多門特讓一球 這麼誇張呢 這麼誇張呢 會不會太誇張呢 因為我想 普羅大眾都覺得漢堡 普羅大眾都覺得漢堡 死了 那麼多門特 近期這麼勇 也可能 心想一球是正在贏你的 看看贏多少 所以去到一球那麼多 我爬冷這場球 我看好入球勢 入球勢 因為你說多門特是衰球 但是你看看他主場 今季 不是說失去很多球 主場 上一球給柳倫堡 其實他就算作客 他的踢法 我寧願他要1比0 就不要3比2 那種 我感覺上 所以如果以漢堡這樣的功力 我真的有點擔憂 他究竟能不能入球 所以我就看好小 你說多門特是厲害 但是你看看作客 今年對柳倫堡都是1比1 就是入球 功力今年是弱了 還有你說的 踢法已經開始成熟了 不是迫你踢了 那你慢慢猜的 那我做防守很多時間 所以我看好 哪隊輸贏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好入球應該 又不是很多 我也覺得 爬冷 我也覺得是的 這場未必入球大的 這場真的兩隊碰起來 一隊就不懂得入球 隨時 我們不懂得入球的時候 還有多門特 還有一件事大家考慮 今個星期都不厭其法說 歐聯後遺症的出現是一定會有的 看看哪一隊 當然你說 去到拜人那些 那麼多人腳的機會率是很低的 但是相對於多門特來說 如果德甲來說 我覺得他出現的機會是大 尤其是看上一季 他打歐聯 要不就影響歐聯 要不他聯賽又不放棄 他就影響了歐聯 今年歐聯 為什麼擺更重的時候 他可能影響了聯賽也未定 所以阿傑仔說得對 他最終贏球 可能一球小勝就收工了 所以這場球我也覺得 可以爬冷 不妨他 還有一球太誇張了 我有點覺得太多了 他贏我也不敢說 他不贏 但是是否可以贏完整個盤呢 就兩體了